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轩 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几家通过SPAC上市的电动车公司 他们的市值的总和已经比他们顶峰时候的市值的总和跌了400亿美元 那么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对于SPAC上市公司的一个股价的统计 再讲一讲目前的一些对于SPAC的不同的看法 在说这些之前呢简单的说一说SPAC上市是什么 这种上市方式呢就是有那么一些有经验的人呢 先成立一个SPAC的空壳公司 拿着这个空壳公司IPO上市去募集资金 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家私营的公司和这家私营公司并购改名 实现让这家公司上市的一个目的 我们在小编科普里面详细的介绍过SPAC这种上市的方式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一期节目 先说一说彭博社的这篇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列出了五个通过SPAC上市的电车公司 这五家公司其中呢有四家都是去年的时候通过SPAC上市的 还有一家呢是今年三月底上市的 这五家公司呢最高的市值曾经是达到了600亿 但这几家公司最近的表现都不是太好 其中一些公司就经历了被做空机构洗击啊 管理层动荡啊等等一些问题 股价就跌到了最低 总的市值呢比最高点的时候跌了超过400亿 彭博社列出来的这五家公司呢都还没有交付他们的第一批的车辆 这五家中呢最早上市的是尼克拉 他的创始Milton呢在去年的时候是说他们将会超越马斯科 那这个公司去年六月份在纳斯达克上市 它的市值呢曾经是接近了290亿美元 和老牌的汽车公司福特在当时的市值是差不多了 那后来彭博社就报道说呢 他的创始人在上市之前夸大了他的卡车的性能 引起了一个小型的做空公司的注意 这家公司呢就发布了一个报告 指控尼克拉欺骗投资者 随后呢导致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对尼克拉展开了调查 Milton呢也在调查开始不久之后呢就辞职了 那今年的时候呢尼克拉把他今年预期的卡车的产量下调到了原来的六分之一 四月份的时候呢他的股票曾经跌破了十美元 我们在之前讲SPAC的时候讲过 SPAC一般呢就是一个unit卖十美元 一个unit有一股股份和通常不到一份的认股的权证 那现在尼克拉的股价已经略微的有所回升了 彭博社列出来的另外四家公司中呢 Fisker Lost Motors Canoe也都是去年通过SPAC上市的 Arrival呢是今年三月底刚刚上市的 这四家公司中呢Lost Motors被同样的一个做空的公司 向SEC提高了报告指控他欺骗投资者 Cano呢则是他改变了他本来的业务计划 换了包括CFO在内的高管 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他们的创始人之一也辞去了CEO的职位 也是导致他们公司的股价出现了动荡 其实不单单是电车这个领域啦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些股东把通过SPAC上市的数据分析公司MultiPlan告上了法庭 说合并的时候呢SPAC的管理团队没有公布这家公司在业务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因为这个公司呢在当时知道他即将失去最大的客户之一 但是股东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今年四月底的时候呢纳斯达克还发布了一个SPAC的表现总结 他家呢是分析了72个已经成功和私营公司并购的SPAC 然后呢列出了他们在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当时的S&P500的performance的比较 这三个阶段呢一个是从SPAC公司IPO到他宣布他要和哪家公司合并 再一个呢就是从他宣布合并的公司到他完成合并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他完成合并到今年的二月份这段时间 那从这个图表呢可以看到SPAC表现最好的时候呢 就是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他宣布了合并的公司到他完成合并的这段时间 但是即使是在这个阶段呢也只有接近一半的公司比S&P500的表现要好 那在其他的两个阶段呢显然大部分的SPAC的表现都比不过S&P500 最近呢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是对于SPAC有一些动作 SEC呢先是警告说SPAC可能存在着滥用的问题 他发的任股权证呢在会计方面应该作为负债来处理啊等等 然后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路透社又报道说 有三个知情人士透露说呢 SEC正在考虑制定新的指导方针来限制SPAC的增长预测 同时呢要澄清他们在什么时候有资格获得某些法律上的保护 那关于这个法律上的保护呢指的就是1995年发布的 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 这个法案呢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保护上市公司免于被股东起诉的 但是它不适用于IPO 可是现在很多SPAC在合并操作的时候呢 是用了这个法律提供的一些保护 据说呢SEC正在讨论是不是要针对SPAC进行一些修改 那另外一方面呢SEC还开始调查华尔街的银行如何管理交易的风险 SEC政策上可能的变化 SPAC合并之后表现不佳 或者是一些公司爆出来的问题 都使得SPAC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就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那SPAC呢是不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或者说SPAC是不是要迎来寒冬了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对于这件事情呢不同的人的看法当然也是不同的 有些人呢基于现状认为SPAC可能会完全走向失败 虽然是有一些通过SPAC合并上市的公司是表现还不错 但是表现不好的比较多 再加上SEC那边的不确定性啊 以及爆出来这些问题等等 都让人觉得SPAC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那也有一些人认为呢 SPAC上市这种方式确实有它的优点在 但是它目前的发展形式还不成熟 如果对于SPAC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进呢 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融资的选择 主要呢就是SPAC涉及到的各个方面 包括管理团队啊股东啊SEC啊等等 需要达到一种共识和平衡 在达到这个平衡之前呢 SPAC可能会度过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 那还有人指出来就说 现在呢其实还有一堆还在寻找并购目标的SPAC公司 在今年夏天结束之前呢 他们会比较着急要找到并购的公司 因为SPAC募集到资金之后呢 必须要在一个期限内并购公司 所以可能呢会看到一堆SPAC并购的消息 如果这些SPAC并购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公司的话呢 那可能SPAC的口碑会继续下跌 随着SPAC出现问题呢 还有人指出说因为刺激支票还在发放 所以钱呢不流入SPAC的话 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钱流入到其他的上市公司 所以对于IPO市场呢可能是一个正向的刺激 那您是怎么看待SPAC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呢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讨论 那我们今天关于SPAC的话题就聊到这了 我是陈轩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